今集這個視頻 我就會跟大家講 關於一個很多一般球手都會犯錯的動作 不要說一般球手 甚至鋪都會出錯 這個動作 沒錯,就是這個抽起的動作 這個動作是很多一般球手都會犯錯的 因為我們就是很想打起這個球 變成我們就做這個動作 就是將要打球的時候 就將支架抽起上去 現在大家見到我這個抽起這個示範的打法 你看到球打出去是完全不漂亮的 又不高又不直的 還有當我們用那些Long Iron 或者那些Wood仔 甚至Driver 那些長棍 就是我們更加會用大力去抽起這棍子上去 因為我們的心理就是想打起這個球 變成很刻意把這棍子扔上天 然後是在那邊的 OK,大家看得出這球球和之前的兩球球 是有甚麼分別的 打出去 這球球我就是把這棍子圓完全全是扔出去的 也是不是,抽上去那隻的 還有你見到那個Swing是很輕鬆 很Smooth的 也不是,死咬難咬那隻的 那我們落棍的時候一定要把這棍子拉下來 不是拉前面 是拉下去 然後向下打 就不是向上的 把這棍子向下打 然後扔這棍子出去 那大家也見到 我的姿勢是很輕鬆的 這樣打個球出去的 其實這幾個動作是很難做得到的 就是我們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就是你要很多練習 訓練才能做得到 那我自己本人也是在練習中的 OK,多謝大家收看 那下次還有新的東西 我就和大家分享 好呢